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因为六岁那年 爸爸决定重金培养一个有出息的女儿 光宗耀祖 另一个女儿随便养养 早早嫁人 多要点彩礼给他们养老 天心的妈妈提出抓究 说我们的选择全看天意 妹妹手里攥着提前选好的签 假惺惺让我先抽 他们嘴里一边说着宫廷 一边把万千篇爱都给了妹妹 对我只剩忽视与打击 还有无止境的女德洗脑 可惜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想要的都会有的 十年后 爸爸看着自暴自弃未婚先孕的妹妹 痛哭着求我好好高考 家家 慢慢 快过来抽个签 妈妈手里拿着两张纸条 一脸和善地示意我和妹妹 从她手里各挑选一张 我竟然重生到了六岁抓究的那天 前世的我并不知道 这两张小小的纸条 预示着两种完全相反的人生 妹妹刚从外面封回来 丸子头散了一半 满手的泥巴把公主群蹭得脏兮兮的 王家家 你妈刚给你梳的头发又弄乱了 都多大了还像个小疯子 没有半分你姐姐梳女的样子 我爸皱着眉头 把妹妹拽进洗手间洗手 我整理了一下皱皱巴巴的T恤 合上了手里快被翻烂活着 一脸好奇的样子问着 妈 这是什么签 为什么要我们抽 妈妈的眼神夹杂着怜悯 言辞有些闪烁 不用管这些 你们随便抽一签就好 妹妹甩着刚洗完的白镜小手 笑得可爱 姐姐比我年纪大 长幼有序 让姐姐先抽吧 这一场景似曾相识 前世也是这样 妹妹让我先抽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游戏 凭感觉选了左边 里面是一张房子的简笔画 妹妹自然而然拿了右边的纸条 里面是一个金钱的标志 画中的房子不是锦衣玉石 而是囚笼 我被束缚在里面 一辈子无法挣脱 先是少年班被妹妹顶替了名额 又被学校里的小混混糟蹋踏怀了孕 妹妹告状捅破了我怀孕的事情 我连念大学的资格都被剥夺 关在家里准备嫁人 画中的金钱不是简单的符号 而是真金白银 爸妈为了培养妹妹成才 为她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 先是用尽心思送她去少年班 她挂科太多被少年班退学后 又被送去全市最好的高中 高考勉强只考上一个大专 他们为了说出去有面子 花五十万买了一张出国留学的门票 送给妹妹 妹妹出国的那天 我意外听到爸妈闲聊 原来在我们六岁那年 爸爸做了一个决定 重金培养一个有出息的女儿 用来光宗耀祖 另一个随便养养 早早嫁人 多要点彩礼给他们养老 真是又要面子又要礼子 是妈妈主动提议让我们抓究 因为这样很宫廷 如今眼前又有两张纸条 我清楚知道选择左边的结果 我犹豫了 这辈子我想实现那些遗憾 但也不忍妹妹经历我上辈子的生活 面对爸妈急迫的催促 妹妹期待的眼神 我愁愁出声 尊老爱幼 还是妹妹先选吧 上一世我先 这一世她先 无论妹妹选到什么 也都算是宫廷 妹妹肥嘟嘟的手指 从左边滑到右边 我的心跟着她的手指发颤 她点了点左边的那一张 嬉嬉笑着 我要左边这一张吧 我手指颤抖 打开另一张纸条 里面是熟悉的房子剪笔画 全身一正 纸条飘到地上 恍惚间看见 妹妹手里褶皱纸面上 是几根简单线条勾出的美元 爸爸略带可惜地叹了一口气 嘴里还默念这都是天意啊 一切都和前世没什么区别 只是妹妹的纸条背面 隐约透出一些土黄色泥点 没有宫廷 只有妈妈的偏爱 她悄悄让妹妹先选签 画了另一张纸条 藏在她口袋 我无论选左选右 都是妹妹不要的选项 前世我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我妈说我考上北大纯属幸运 去了也毕不了业 不如早点嫁人 把孩子生了 我拿出三年来 次次年级第一的成绩单 她改口说 学校太远 离了家 我没法独立生活 可我动手能力很强 经常承包他们的一日三餐 还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列出各种证据 她还是不松口 让我去北大 我爸趁她不在 塞给我一万块钱 让我自己买车票去学校 谁能想到 我妈极端到 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撕个粉碎 全都是因为那天妹妹收到了 尹国某水校的offer 为了彻底断送我上大学的希望 她把我藏在床底下的燕运棒 给了我爸妈 我跪着向他们解释 这是小混混对我强行凌辱的结果 可同样身为女性 她们对待同性 没有半分怜悯与同情 骂我不知廉耻 应该早早让我辍学 关在家里学习洗衣做饭 爸爸还是开了口 脸上新鲜的巴掌印和抓痕 招视着我妈的癫狂 慢慢 那一万块你得拿回来了 你妹妹上学一年五十万都不够 咱们家没法同时供两个大学生 妈妈扫完地上的碎屑 把妹妹的offer过速 加矿后挂在墙上 她嘴仍没有片刻停歇 就算你没有怀孕 作为姐姐也得让着妹妹 出国留学 可是能让我们家扬眉吐气的大事 等把你嫁出去 彩礼一半给你妹妹当生活费 一半给我们养老 垃圾桶里是我碎掉的梦想与未来 肚子里是我的一生的耻辱与污点 我无法接受 选择纵身跃下 在全身骨头粉碎的痛苦 将意识带走之前 我竟回到了一切的起点 自从抓完咎 爸爸对我们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 尤其是上了初中 她给妹妹报了一堆课外辅导班 从舞蹈到书法 从声乐到美术 妹妹懒散惯了 除了玩什么都不想干 我定金都交完了 你要是不想去 只能叫你姐姐 定金不能退 听我爸的意思 她准备让我去上 我正准备连声应下 妹妹却变了脸色 不行 我去 姐姐她只喜欢看书 不喜欢这些的 我妈也在一旁附和 家家 我们当时可都说好了 开始了就要坚持 不能半途而废 那些课 我也喜欢 可没人问过我 他们冷漠地忽视了我的存在 怕我合上手里的书 爸妈 少年班考试马上开始了 我的数学成绩不够好 我也想报一个补习班 你凭什么自己报了少年班 家里没闲钱了 我们给你买了这么多书 你自己学吧 我妈情绪激动 尖声叫着 我攒钱买的资料 手写的笔记 都被你当废纸买了 我拿你买这些垃圾的钱 换几节补习课都不行吗 我指着满书架的漫画 和言情小说质问她 书堆里还夹带着女人 要余孝父母 要三从四得的封建文学 正值中考冲刺的阶段 我放学直奔回家 想整理笔记 发现我屋子里 和学习有关的纸质资料全没了 我妈正炫耀她 买给我的新书 我想要一套名师题库很久了 还以为这是妈妈给我的惊喜 慢慢 听说女孩都喜欢看的漫画和小说 这我特意去书店的 她语气透着得意 我想看的是博古通金的佳作 是文采斐然的古籍 而不是字体模糊 全是糟粕思想的劣质文学 我一书柜的书和笔记 全部被我妈卖给了收费品的 只换来一百块钱 妹妹报这么多课花这么多钱 你们都不心疼 我只想上几节数学课都不行吗 我拿妹妹比较 妄想争取到 他们对我多一点的投入 我白天上班赚钱 回家还要伺候你们几个祖宗 能供你读书就不错了 还千班万班不满意 我妈开始生死历劫叫喊 从怀我们时的痛苦 数落到今天工作的辛苦 慢慢 先回房看书吧 补习班的事情 以后再说 我爸打圆场 把我赶回房间 我妈才安静下来 没有补习班上 那我就自己学 凌晨两点 我还在挑灯夜站 六点天不亮 我就起床早读 七点钟 我还要准备全家的早餐 不然 我妈就不给我学费 睡眠不足 家体力透支 我月经流到贫血激进昏厥 爸爸看我学得太辛苦 瞒着妈妈 悄悄帮我报了补习班 他叮嘱我了一路 慢慢 你可千万别让你妈知道 其实爸爸对我还有几分疼爱 前世 他怕我营养不良 会给我的书包里装上牛奶 怕我钱不够花 会把买菜的零钱 压在我的书底下 我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全家只有他给过我支持 但我知道他并不是真心 想让我继续读书 不过是他那天刷手机 看见有人说 大学生的彩礼 比高中生多多了罢了 他廉价的爱 终究没有超越自私和愚昧 我的数学成绩 通过努力和补习 迅速提高 成功通过了交通大学的 少年班的初晒 只要再通过比试 就可以作为优质生员 直送进大学 还能节约两年备战高考的时间 前世 我为了早日摆脱原生家庭 选择了这条捷径 信心满满参加了考试 录取名单的最后一名 赫然写着王家家的名字 妹妹成为特优生 去了少年班 我的排名垫底 爸妈拿我成绩太差做借口 送我去了有名的垃圾高中念书 这一时 我瞒着爸爸妈妈提前报了名 等到他们知道后 已经过了报名的截止时间 自然没有给他们花钱买通 兼考老师 交换我和妹妹试卷的机会 进考场后 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记得准考证上的座位号是十一 妹妹 这是我的座位吧 我有些奇怪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考场 妹妹拿出她的准考证 指给我看 姐姐 你看错了 这是我的座位 她抢走我的准考证打开 里面写着四十一号 兼考老师示意我 四十一号在考场的角落 前世 我也是在那个角落里完成的考试 我拿到准考证时 还有些奇怪 为什么座位号和前世不一样了 突然想起 我的手机里存了准考证的电子版 图片上白纸黑字 我的座位号分明就是十一 心下立刻了然 前世爸妈知道我报了少年班 立刻也给妹妹报了名 爸爸提前打印好准考证给了我们 这一事也是爸爸帮我打印的准考证 是他交换了我们的座位好 准备让妹妹顶替我去上少年班 只是我不知道 这次为什么过了截止时间 妹妹还能报名 而且通过了初筛 我举手示意监考老师 一位女老师走了过来 我向她展示了 我从官网上下载的准考证 她的神情有些尴尬 手指遮挡着考试名单核对了半天 直到另一位男监考老师走过来 她有些奇怪 考试马上开始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啊 没事 有两位同学弄错了自己的座位号 换过来就好了 她眼神示意 我和妹妹交换位置 妹妹不情不愿地走过来 瞪了我一眼 把笔带用力扔在了桌子上 卷子上的考题我都练习过 做起来如鱼得水 正当写的酣畅淋漓之时 女老师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她从我的抽屉里抽出一张不大的白纸 纸上写满了公式 王漫漫同学 你夹带小抄 涉嫌作弊 按照考场管理规范 本次考试成绩按零分处理 说着她拿出红笔 打算在我的试卷上标记零分 另一位男老师也准备把我请出考场 我看见妹妹得意地冲我笑着 是位一般挥舞着手里的准考证 我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急忙打断这两位老师的动作 临近开考我才坐在这 你们怎么证明小抄是我的 每一个抽屉 我们都提前检查过 只可能是考生故意把小抄放在里面 那位男老师义正言辞解释着 没错 有人故意把小抄放在抽屉里 但这个位置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坐过 我转头看向妹妹 她收起了刚才得意的嘴脸 心虚地错开我的眼神 局促地抠着手指 考试开始后 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 只可能是你作弊 那位女老师神色慌张起来 声音突然陡然提高 她洪亮的声音影响到了其他学生 男老师悄悄拽了拽女老师的衣角 我指了指教室周围的摄像头 老师 摄像头都是360度高清无死角 与其直接宣判一个可能无辜的学生作弊 不如让大家安安静静考试 你们之后再调取监控 更何况还有笔记鉴定 可以确定小抄出自谁手 男老师冷硬地解释着 我们对待作弊都是当场处理 没有让考生完成考试的先例 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考场里的骚动引来了寻考老师的注意 两位老师 王蔓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进来的是我们的年级主任 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 经常说每个学生都是她的小孩 许多学生在她的资助下考上了大学 实现了梦想 这次她应该是被抓壮丁 过来临时寻考 男老师和年级主任 简单讲述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王蔓蔓这孩子我认识 他成绩非常好 绝不可能做出作弊的事情 不如先让他考试 后续监考组在调查谁才是小超的真凶 年级主任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王蔓蔓 我相信你 你好好考试 作弊的事情我们会帮忙处理的 那女老师还想插嘴说什么 奈何年级主任是她的领导 她只能选择闭嘴 我安定下来 给了主任一个感激的眼神 考试一结束 那位女老师还在鬼鬼祟祟翻着考卷 年级主任带领监考组 联合交大招生办老师一起闯进教室 他们一群人把所有考卷当场风箱运走 妹妹慌了 她和我连招呼都没打 直接跑出了考场 刚进家 我就听见紧闭的卧室门里传来争吵 我都和监考老师打完招呼了 还特意找了一个放弃考试的同学 谁能想到慢慢会发现准考证不对了呢 爸爸的声音带着失望和沮丧 我不管 这老师狮子大开口 问我们要了五万 既然失败了 就要让他把钱退回来 是我妈在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也是 闹着也要去少年班 结果让你栽赃 你姐作弊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要不是我聪明 我都能想象到 我妈指着我爸和我妹 骂他们无能的样子 屋子里传来我妹委屈的哭声 门突然打开 三人看见站在客厅的我面面相去 我妈在背后捶了我爸一下 她才善善出声 慢慢 你回来了也不说一声 考得怎么样啊 她的声线有些干涩 小心翼翼组织着措辞 我考得特别好 所有题我都答完了 不知道妹妹怎么样 有没有紧张到把名字写错 妹妹的脸色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我没再理会他们 直接去厕所 把保温杯里的水倒了个干净 我妈刚才没说完的下半句话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刚才一看见我 就一副贴心的样子 帮我打满了热水 只是她眼里的算计 出卖了她的心思 果然 做午饭时 我在橱柜的角落 看见还剩半盒的蟹药 干脆全都拌在菜里 又找了几片纸腾片 碾碎了扔进去 顺手给自己点了一份外卖 希望他们发现自己 变异冲天的时候 已经一泻千里了 下午的考试 我看见妹妹 一次又一次举手去卫生间 周围的同学捂着鼻子 频频向她投去嫌弃的目光 心里畅快极了 几天之后 和考试成绩一起出来的 还有一份公告 王家家 也就是我妹妹 因替考 加带小超 直接被判作弊零分 不过就算不判作弊 她可能也考不上三位数 我带着满分的录取成绩单回家 收到了妹妹 故意割破手腕的消息 我知道 他们不会让我出去念书的 我也没打算去上 都怪你姐姐好狠的心 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 不就是和她考试 换个座位 至于这么小心眼 非要和全家 闹得你死我活 我妈抱着妹妹 包扎着纱布的手腕 边哭边骂 妈 你死我活倒不至于 只不过这伤口 离动脉着实有点远 这么浅的伤口 再晚来两分钟 都要愈合了 你可没良心的东西 你不知道你 妹妹流了多少血 那一池子水都红了 哦 我看妹妹这脸 还是挺红润 还能再留五分钟 妹妹还在床上装 湿血昏倒呢 听见我的话 禁不住色缩了一下肩膀 她装作悠悠转醒 爸妈 我想喝水 语气虚弱到不行 你别听你姐的 你是我们的小宝贝 她就是一个白眼狼 往我们好吃好喝 伺候她这么多年 我妈扶着妹妹坐起来 如今这窗户纸捅破了 我妈赤裸裸展示着 对妹妹的偏爱 是啊 妹妹这么乖的小孩 怎么会做出作弊 这种事情呢 我继续阴扬他们二人 我爸一把拽住我的手腕 拖着我到了医院楼梯间 慢慢 你妹妹现在的情绪很糟 你能不能为了她 放弃去少年班念书 她像是在恳求我 爸 妹妹差点都要被学校退学了 现在又让我放弃去少年班念书 你难道忍心 看着你的两个女儿都没有书念吗 你妹妹心眼小 被我们惯坏了 你去了少年班 说不定又会自己到她 爸爸搓着手 说出来的话自己都心虚 而且她这成绩你也知道 要是去了普通高中 说不定就和班里的同学学坏了 爸爸 不然这样子 我不去读少年班 你把我们送去市里的重点高中 我辅导妹妹一起学习 等她考上了好大学 还能给你们争光 一说起能给家里争光 爸爸明显激动了起来 她对我的提议心动了 好 我送你们去重点高中念书 前世妹妹顶替了我的名额 去念了少年班 她适应不了那里的学习难度和强度 才一个学期就被学校劝退了 教大的老师很奇怪 明明是第一名考进来的优质生员 怎么一入学变成了倒数第一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教学水平 后来 爸妈把妹妹送去了最好的高中 妄想她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后 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被丢去了垃圾高中 毕竟我的成绩不重要 考得越差 他们越安心 周围的同学 都是被父母逼迫上学的 小混混和小流氓 甚至老师都是高考 没考几分的关系户 学习在这里是可笑的 可耻的 我成了学校的异类和怪物 而异类和怪物 在世俗的眼里是要被消灭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熬过那三年 以为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就能出去上学了 直到唯一的希望被我妈撕成碎片 我心里清楚 这一世就算没有少年班的事情 爸妈还是会把我送去垃圾高中读书 我能做的只有证明自己的实力 在年纪上小 无法独立之时 慢慢摆脱他们对我的控制 辉煌高级中学 正如学校的名字一般 能进入这个学校念书的学生 大多数都将有辉煌的未来 我没去成少年班 但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年级主任的强力推荐 我进入到了辉煌高中特优班 这里能够享受顶级的师资力量和学习环境 唯有两个人格格不入 有次我妈说漏嘴 特优班不是有钱找关系就能随便进的 他们拿我威胁学校 如果不让我妹妹进特优班 就把我送到辉煌高中的隔壁竞争院校 优秀的学生到处都是 能拿到交大少年班满分的学生 可是万里挑一 所以学校破格 多给了一个名额给妹妹 还有一个人 我对上她眼睛的那一刻 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我到死也不会忘记 前世在垃圾高中的所有痛苦 始作俑者都是这个看上去清秀 实则坏到骨子里的富二代 我叫屈鹏伟 我爸说要多和好学生一起玩 听说你少年班都能考满分 以后我可得和你做好朋友了 他眼神野余 嘴角向上挑起 不必 我只想好好学习 不想交朋友 我好像又被屈鹏伟盯上了 他不知道从哪搞来了 我家的地址和我的手机号 他天天在我家门口读我 给我送早餐 我妈看见他对我的追求 竟然很开心 怂恿我和他谈恋爱 他说嫁妆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反正读书也没什么用 不如早早结婚生小孩 他还能帮着带孩子 他还趁我洗澡放我手机 正巧屈鹏伟给我发来了骚扰短信 他记下了屈鹏伟的手机号 打电话约他出来见面 说要聊聊婚礼的事情 幸好屈鹏伟把他当作神经病 直接挂了电话 要不现在我已经被他预定成了别人家的媳妇 我妈现在巴不得我别上学了 早早嫁人做个家庭主妇 还能顺便伺候他们两个 另一边 他天天给妹妹炖煮脑汤 鼓励他努力学习 争取成绩超过我 我申请到奖学金后 干脆选择了住校 顺便把屈鹏伟纠缠我的证据 打包发给他爸爸 成功害他被打断了一条腿 只是最近妹妹的状态有些奇怪 刚上高中 妹妹还发愤图强了一段时间 或许是倒数第一的成绩 让他感到丢人了 又或许是我抢走了所有人的称赞 让他感到不甘了 可惜虚假的努力换不来分数 屈鹏伟转学来了之后 他终于成了倒数第二 他牵着屈鹏伟的手 从我客桌前走过 举手投足间全是炫耀 姐姐 这次我终于跑在了你前面 这个男人是我的了 说着 他就在屈鹏伟的脸上 亲吻了一下 屈鹏伟的表情里 没有一丝热恋的甜蜜 他的眼睛紧盯我的双眸 试图找出一丝极度 可惜我只是平静地 抬眼看了他们一眼 继续把注意力 集中到眼前的书本上 时间已经过去太久 这些知识我还要重新学一遍 没空关注他们的儿女情长 高三那年 我两眼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有刷题和考试 我拿着奖学金 再也不问爸妈 要一分一毫 直接和家里断了联系 高考终于结束 我卸下满身重担回了家 妹妹红光满面地 躺在床上 我妈正在给她 把苹果切成小块 一口一口喂进她的嘴里 我的宝贝 考试累到了吧 多吃点 可别累瘦了 妹妹拍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 妈 不用担心 我最近吃得可好了 都中了五斤 听说别的小孩 一考完事就雇出来 分数了 你考得怎么样啊 爸爸满脸期待 他还在幻想 妹妹能考上名牌大学 给她脸上添光了 什么分数 高考已经考完了 妹妹一脸疑惑 一副不知道高考 已经结束的样子 我把手一抖 端着的碗 瞬间掉在地上 给妹妹炖了三个小时的鸡汤 煎得到处都是 正当她冷静了半晌 准备打电话 安排妹妹复读的事情时 碰碰碰 像是有人砸门一般 我妈急忙跑去开门 一对中年夫妻冲了进来 后面还跟着 垂头丧气的屈鹏尾 瞧瞧你们生的好女儿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要抱孙子了 什么孙子 我妈看到屈鹏尾 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亲家公亲家母啊 快进来坐 也不提前打一声招呼 我好让王漫漫去接你们 一边说着 一边把我摁到他们旁边 既然我们家女儿都怀孕了 咱们就谈一谈婚事怎么办吧 她拿出了计算器 开始合计三金和彩礼钱 屈母按住我妈躁动的手指 我们明人不说暗话 你女儿怀孕 我们家有责任 两个孩子虽然都成年了 但做事情还不知道轻重 屈父一脚踹在了屈鹏尾的膝盖上 屈鹏尾一痛 直接跪了下来 她把手摁在儿子的肩膀上 对我妈沉声道 你们放心 我们家会负责 给多少钱都好商量 我们已经联系了 最好的妇幼医院和最好的妇科大夫 保证将流产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 怎么就要流产了呢 亲家公亲家母 我妈产笑着掺起屈鹏尾 又用手腕缠上屈母手臂 孩子可是无辜的 孩子生下来我会帮忙带的 你们家出钱 力全我女儿出 我妈大手一挥 把抚养小孩的重任 全揽在了我身上 显然她还没搞清状况 屈母屈父也傻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女儿怀孕 妈妈非但没生气 还拍着胸脯 揽下抚养小孩的重任 可是我儿子不想要小孩啊 他哭着求我们 劝他女朋友去做流产 没想到你们全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小孩 对没错 我们全家都可喜欢小孩了 不过彩礼之事 结婚之事 还是等孩子们大一点再说吧 要不咱们先这样 屈鹏拿出一个小箱子 一打开 里面全是崭新的人民币 这是五十万 等孩子生下来后 每个月我们还会再给一万 前提是孩子的抚养 由你们王家全权负责 当然没问题呀 我妈一把把箱子抱在怀里 当即答应了屈家的条件 爽快地在合同上签字画了手印 欢欢喜喜送走屈家三人 妈妈献宝一样 捧着箱子送给了妹妹 家家 没参加高考也没关系 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 你以前不是一直想出国留学吗 这钱一下就攒够了 你可得好好谢谢你招财的姐姐 妈 我现在不想留学了 就想赶快嫁人生孩子 什么话 这是你姐姐应该干的事 说着她还向妹妹展示着合同 宣布我马上要生小孩的好消息 妈 我男朋友来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妹妹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头一晕栽到了地上 她用手本能地护住自己的小肚子 嘴里还叫喊着我的孩子 我妈花了一晚上的时间 才搞明白怀孕的其实是妹妹 她那个榆木脑袋肯定不知道 妹妹之所以不愿意念书 满心只有嫁人生子 可有一半她的功劳 从小到大 妹妹习惯争抢我想要的所有东西 尤其是我妈 分外助长她嚣张的行径 小时候我想长大 出去拼搏赚钱 改变命运 明白两条纤含义的她 毫不犹豫选了金钱的标志 我想上少年班 她就联合爸妈调换我们的准考证 计划顶替我的名额 前世我想出去读大学 只能考上专科的她 怂恿我爸妈花五十万送她出国 而我被我妈锁在房间 等着嫁给肚子里孩子的混蛋父亲 当她跟着我报名了全国高中生作文竞赛 我就猜到她会去宿舍偷我的文章 于是我干脆伪造了一个参赛作品 作文比赛的题目是《我的梦想》 文章里大谈特谈 我的梦想就是嫁给我暗恋的男生 为他洗手做羹汤 生儿育女 我一心只有学习没有朋友 屈蓬伟成了身边唯一的男生 妹妹看了我的文章 生理性的反应是夺走我的梦想 妹妹把她带入成我暗恋的对象 打直求追求 屈蓬伟正追求我不成 当然不会拒绝和我长相相似的双胞胎妹妹 现在她闹着不愿意复读 一心想嫁给屈蓬伟 为她生下肚子里的小孩 实现我所谓相夫教子 举案其梅的梦想 可我爸爸怎么能接受自己的女儿没嫁人 就做了母亲 况且她心底还一直期盼着 妹妹给她光宗耀祖呢 妹妹被我爸关在屋子 准备等她饿到没有力气送去流产 然后吴凤送去复读班 备战明年的高考 妈妈听到妹妹在屋子里的哭喊 心疼了 女儿那么喜欢屈蓬伟 要不就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你看屈蓬伟家那么有钱 她爸妈一出手就是五十万 以后把佳佳嫁过去当父太太 不是也很好 女儿刚刚满十八岁 怎么就能生孩子 况且她的学业怎么办 当初我们不都抽签决定了 王漫漫的学习成绩不是挺好的 既然佳佳不想念书了 那就让她接着读吧 行吧 屈家的钱就攒着给咱们养老吧 还是要得太少了 对我妈来说 妹妹想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对我爸来说 她只想要一个有出息 让她扬眉吐气的女儿 和一个没出息 嫁人能换来巨额彩礼 给她养老的女儿 至于是谁并不重要 她看着自暴自弃的妹妹 哭着祈祷我高考 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王家光宗药祖的希望权 寄托在我身上了 多么讽刺 抽签决定命运 像是一个笑话 妹妹不要了 就气弱必喜甩给我 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在爸妈的默许和纵容之下 妹妹留下了肚子里的孩子 在家里安心养胎 梦中无数次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终于寄到了我手里 一向成绩很差的屈彭伟 竟然也考上了北大隔壁的 一个义本学校 知道屈彭伟去外地读大学的消息 妹妹心急地想用肚子里的孩子 逼迫她结婚 可妹妹无论如何哀求 屈彭伟都没能见她一面 她只能趁着我们在学校报考志愿的时候 挺着肚子堵在教室门口 我从来没想过要这个孩子 我爸妈已经用五十万买断我们的关系 既然你们全家都这么喜欢小孩 那就好好养着吧 那五十万不是你给我的嫁妆吗 你答应过会娶我的 妹妹抬起头可怜兮兮望着屈彭伟 双手慌乱地想要抱住她 屈彭伟冷漠地甩开她的手 男人床上说的话 哪有一句是能信的 妹妹哭着把我的桌子掀翻 桌上的书散落了一地 都怪你这个狐狸精 要不是你勾引屈彭伟 她早就把我娶回家当老婆了 现在肚子里的孩子这么大了 你们都出去上大学了 我该怎么办啊 她扑了上来 嘴里还念念有词 大意就是要撕烂我的脸 我推开她抓闹我脸的手 体谅她是个孕妇 我根本就没使劲 她却一屁股跌到地上 像个泼妇一样拽着我的裤腿 打人了 看看你们眼里的高考状元 不仅勾引别人的男人 还殴打孕妇 八卦的同学还在低声谈论着 屈彭伟和我们姐妹俩的荒唐 直到屈彭伟把妹妹带走 闹剧才羡慕 突然议论生止 屈彭伟走到我的面前 目光带着深情 王漫漫 我专门报了北大隔壁的学校 我们可以一起去上大学了 请问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 还有不嫌是大的同学在底下起哄 那妹妹的小孩以后该叫你爸爸还是姑父 屈彭伟 我们之间不熟 上了大学以后也别再联系了 放假回家 记得来我家看看你女儿 除了父母和妹妹 另一个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的人 就是屈彭伟 前世高中时的那些噩梦 如今都和我如影随形 重生后再次和屈彭伟相遇 我只会避他如蛇蝎 一直到出发去北大报道的那天 我都没有回家 这几年住宿 我陆续把东西都搬到了学校 我连几号走都没告诉我爸妈 不过他们现在应该激动地抱着自己的外孙 没时间管我 我没想到爸爸会来火车站送我 慢慢 恭喜你考上北大 你一个人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 爸爸竟然老了很多 白发染上了病角 他手指微颤 闭上一个红包 我知道里面装的是给我的一万块钱学费 你真是我们王家的骄傲 给我们长脸了 不枉我们教育抚养你这么多年 我本想接过红包 听到这话直接把爸爸的手推了回去 碍于素质 我没有把钱拍在他的脸上 爸 我以后工作赚了钱 会按时给你们打钱的 算是偿还你们对我的投入 我朝他深深居了一躬 敬他六岁之前对我的养育之恩 他看我的眼神复杂 不知是愧疚还是欣慰 我转身 再也没有回头 到了北大宿舍 像是缘分一般 初中时的女同学魏俊元 成了我的室友 她是个孤儿 也是初中年级主任帮扶的小孩之一 我记得那时她不太说话 每天都在低头学习 上了大学之后 她变得开朗很多 也变得能说会道起来 大三开学时 她八卦一般说起了我家的近况 妹妹和屈鹏伟分手之后 就准备去流产 可我爸妈贪图屈家给的五十万 和每月一万块的抚养费 硬生生把妹妹关在家 直到预产期快到了 才把她放出来 孩子已经足月 除了生下来别无选择 她没管还在墙堡里的女儿 刚出月子就急着复学 说是也要像我一样考北大 可惜连大专都没有考上 屈鹏伟还时常出现在我身边 先是闹了几出宿舍楼下表白的大戏 又在我生日时 在教室大张旗鼓 搞了惊喜派对 我把蛋糕砸了个稀碎 轰走了起哄 让我们在一起的同学 我把妹妹和孩子的合照拍在她脸上 威胁她如果还纠缠我 我就把这些事发布在她学校的论坛上 她才就此消失 有一天 魏俊元递给我一封信 她还在一旁打去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表白还用情书啊 我才留意到信封用了一枚 粉色的小欣欣作为封口贴 我打开信封 里面的字迹笔触有些眼熟 只是前世 她没有写这么一首好字 是屈鹏伟 亲爱的漫漫 你可能不会相信 我从小就做着一个梦 梦里 我身处在高天江源 用尽各种恶劣的手段 去欺负一个女孩 每次梦醒后 我都会翻阅书籍 试图寻找答案 书上说 当一个青春期男孩 总是欺负同一个女孩时 那意味着 他可能喜欢上了她 虽然梦中的我 对此一无所知 但我竟然拥有过 可以取她的机会 后来 我真的踏入了梦中的那所高中 却没有发现 那个女孩的身影 你可能难以置信 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 为了再次遇见你 我费尽心思说服我爸 让我转学到辉煌高中 你对我依旧冷漠 心里只装着学习 如同梦中的你一样 而我 无法像梦中那样 再次欺负你 有一段时间 我心中充满了怒火 你凭什么让我如此痴迷 让我无法忘怀 你妹妹明明对我情有独钟 没想到就此 我们仿佛两条平行线 永远不会相交 尽管如此 我还是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得到你渴望的一切 我平静地拿出剪刀 信纸的碎片随风飘去 就像前世的记忆一样 永远归于尘埃 大学毕业那年 我收到了帝国理工大学硕士的offer 和全额奖学金 再去机场的路上 我接到了妹妹给我打来的电话 这四年 我几乎和家里断了联系 偶尔几次电话 只言片语间 听说妹妹高中毕业 找不到工作 只能在家门口的理发店做学徒 他哭着闹着 要和我一样出去上大学 还他自己物色了几个国外的大学 想去留学 可我爸不愿意再出钱 他说 不会再花钱 供第二个大学生了 想上学 就像我一样 自己掏钱 另一边 我妈又死活不愿意帮她带小孩 妹妹为了自己的女儿 只能在家边复读编奶孩子 又复读了两年 才勉强考上一个大专 姐 能不能借我一万块钱念书 妹妹声音嘶哑 旁边还有小孩的啼哭声 去家当初不是给了你们五十万吗 每个月还有一万块的抚养费 怎么轮到你向我借钱了 我声音冷淡 妹妹在电话的那头哽咽出声 姐你不知道 咱们家所有的钱都被爸爸攒起来了 说我的钱本来就应该用来孝敬他们 这都是他们的养老钱 我和孩子每月只有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根本没办法带着孩子边赚钱边上学 妈不是一向很疼你 怎么会不管你 我还记得妈妈偏心妹妹的嘴脸 姐 自从你考上了北大 所有人都夸你 妈妈天天骂我是一个什么都干不好的废物 白瞎她在我身上投入这么多 姐 我错了 这么多年我不该什么都和你争抢 往事还历历在目 妹妹为了彻底夺走我读大学的机会 她把我藏在床底下的燕运棒 给了我妈 帮她找到一个正大光明 不让我继续读书的理由 她轻轻松松出国留学 我被关在家里等着被嫁出去 我如何能原谅 我不欠你 还有爸妈什么了 如果你想上学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再见 话筒里传来妹妹气急败坏的咒骂声 她倒是一如从前 一点都没变 我直接按下挂断键 拔出手机卡 连带着过去的所有 一起扔进登机口旁的垃圾桶里 让我们感谢王漫漫女士和魏俊元女士 他们共同建立的蔓延基金会 致力于帮助每一个的孩子实现梦想 圆梦未来 台下坐着一群6到18岁的小孩 他们每一个都成绩优异 却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经济条件可以支撑他们完成最基本的学业 这是九年以来 我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 毕业之后 我和骏源一直都有联系 半年前 她成功成为某上市公司最年轻的总监 我也成功创业 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 我们两人心底都有同一个默契 我们都实现了各自最初的梦想 可还有无数的孩子 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挣扎 我率先提议 我们合作成立一个基金会 专门给这些孩子提供帮助和支持 它很快响应 不到半年 基金会成功落地 我们默契地选择了自己的家乡 作为帮扶的第一站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 仍十分滞后的小县城 助理很快就筛选出 第一批帮扶的二百个小孩 还邀请他们参加基金会的启动仪式 台下第一排站着一个瘦瘦高高 西装笔挺的小伙子 助理向我们引荐 说他是我们的校友 也是第一个向我们捐赠的爱心人士 我和他交握双手时 他介绍了自己 我很小的时候 父母发生了意外 一位普通的初中老师全力资助我 才让我考上了北大 王漫漫 老师经常提及你的名字 你也是他的骄傲 我的视线模糊 年级主任那和蔼的笑容浮现在眼前 我朝他身后看去 老师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没有和你一起过来 他身后只有那些孩子们 渴求知识的双眼 略带遗憾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老师身体一直都不错 可惜两年前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突发脑梗去世了 我郑住 还记得老师帮我洗清作弊嫌疑 推荐我进特优班 我考上北大 他还发来了祝贺短信 俊元安慰地轻拍我的后背 老师看见今天的我们 一定特别欣慰 我们的基金会也会延续他的愿望 将梦想的火种不断传递下去的 我环顾周围那些孩子们 用力点了点头 其中一个小女孩 一下就吸引了我的视线 她的五官和我有几分相似 准确地说 和妹妹有些相似 助理看我盯着那女孩出神 递给我她的资料 父母感情破裂 孩子一直由女方照顾 而孩子的母亲已改嫁 这小孩很可怜 他爸爸家本来很有钱 没想到家道中落破了产 现在一家还在摆地摊还债 孩子妈妈家本来也不穷 可惜她老爷中风瘫痪 被送去了养老院 姥姥拿着钱迷上了赌博 输光了钱后 把孩子的母亲 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光棍 真苦了这么小的孩子 父母健在 却活得像孤儿一样 我看着小姑娘的眼睛 好似看见多年前的自己 她手里攥着一本破旧的书 是当年快被我翻烂了的活着 我握住她的小手 小朋友 这本书的主角 经历了无数起起落落 最终活了下来 人生就是这样 她永远艰难 可你要记住 只要活下去 就会有希望 她看着我 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慢慢人生路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知道某一天 当她坦然回看满是荆棘的来图时 远方已是广袤的卧野千里 故事二 带男友回家那天 父母说我配不上他 强迫我和他分手 后来 他娶了我妹 婚礼现场 我质问父母为什么 妈妈冲出来伤我 你怎么不去死 你害死了你弟不够 还见不得别人好 你没资格问为什么 后来我真的死了 猝死在为妹妹捐身之后 得知死讯 妈妈只冷笑说了句 早该死了 一命换一命很公平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18岁那年 妈妈要我弃学赚钱 供妹妹留学 我果断拒绝 这是我不想帮别人欺负自己了 江里 你妹要去国外读音乐学校 以我们家目前的经济状况 负担不了两个大学生 你能不能 爸爸顿了顿 在妈妈灼热眸光逼迫下 还是咬牙将那句荒谬要求说出口 你能不能别读了 出去找份工作 供妹妹安心留学 将来她有出息 你这个做姐姐的脸上也有光 说到后面 底气越足 在她们眼里 妹妹是羽翼尚未丰满的金凤凰 而我不过是一枚最粗力的鸟蛋 连孵化的必要都没有 我恍惚了下 眼前用阳台改造的狭小卧室 和我死时躺着的冰凉冰床 逐渐重叠 我回过神 意识到 我真的重生了 我回到十八岁那年 我命运的分水岭 妈妈看我没反应 当即黑着脸 扯着嗓子骂我 你不愿意 江里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辛辛苦苦生 你有什么用 你是来讨债的吗 我在你身上砸的钱还不够多 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 我真恨不得生下来就把你掐死 他不容辩驳地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不管你愿不愿意 大学你都别想读 学费生活费一分钱 你都别想要 你都十八了 我养你的义务已经尽到 你要不乐意就给我马上滚出去 前世我求他时 他也这样不容智慧 我哭了一个晚上 最终接受现实 那时我总希望证明自己优秀 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我省吃俭用 想办法赚钱给他 就希望他能给我一句肯定 然而换来的只有他的抱怨 你妹在国外开箱那么大 你赚的这点钱够干什么 直到我在KTV看到 我妹过生日 她在同学簇拥下 一袭香奈儿白裙 LV包 嘴唇上闪烁着亮晶晶唇彩 打扮得高雅又精致 而我 穿着暗红色服务员制服和布鞋 推着送酒车 显得渺小又老气 我才知道这两年半 我妹根本没出国 而是拿着我的血汗钱 逍遥快活 我则问父母 为什么骗我 妈妈却不耐烦 我给了你生命还不够 你叫唤什么 觉得委屈就去死啊 她眼底流露出恨意 自从弟弟去世后 他总这样瞪着我 让我去死 好 我终于开口 妈妈挑眉 嫌你我两秒 冷笑 算你识相 看你这么懂事 爸爸就放心了 毕竟琪琪不一样 他拯救了咱们这个家 对他好点是应该的 江乐琪的确不一样 弟弟去世后第二年 爸爸将他带回家 收为养女 要我把对不起弟弟的 全部弥补 给他来赎罪 前世我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 也如此偏心江乐琪 死后才知道 他本来就是爸爸的私生女 我押去眼底冷意 继续往下说 我这就滚 你说什么 爸妈愣住 仿佛不敢相信 一向委屈求全的 我会拒绝 我看也不看他们 拿了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 推门就走 赶走就给我死外边 再别回来 妈妈声嘶力竭的大吼 回荡在楼道中 我视若罔闻 我去了派出所附近的公园 在堂椅上将就了一晚 第二天就去找灵工 有钱是经验 让我在饿死之前 挣了八十块钱 靠着这八十块 我开启了兼职生涯 不管是送外卖 洗碗 还是发传单 减废品 只要能赚钱 我就会去做 终于 在开学前 我攒够了学费和车票 截然一身来大学报道时 在宿舍看到了我妹姜乐齐 她看到我 某底略过一抹惊讶 但很快她锁定了我的床位 我要睡这里 好通风 安顿好大号行李箱的爸爸 扭头看到我 皱起眉头 你怎么在这 我没吭气 爸爸也没追问 弯着腰把我床铺卷起来 放到一边 然后把江乐齐床褥铺上去 临走时 又理所当然命令我 照看着点 别乱动你妹妹东西 她甚至没发觉 我的床铺有多么单薄廉价 或者发觉了 只是不在意 我铺好床 去食堂吃了个饭 回来时 江乐齐正在展示我的床铺 什么年代 怎么还有这种款式 江乐齐葱白似的 手指捏起床单 引来设有嬉笑 她轻轻一扯 我摆放在床头的水杯 就摔了下去 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这就帮你捡起来 看到我刚好进来 江乐齐摆着脸向我道歉 连忙弯腰蹲在地上捡 不小心又划伤了手 鲜血淋漓 妈妈进来看到她的惨样 冲过来把她护在身后 指着我鼻尖 就不分清红皂白的骂 一个破水杯 值得让你斤斤计较吗 江礼 你好歹毒 她根本不在意事情真相 也不打算分辨是非曲折 只要我出现 那就是我的错 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别生气好吗 我给你赔还不行吗 我忍不住冷笑 算了吧 我哪敢劳烦你 我妈立声问 江礼 你什么态度 你没手都破了你 还要怎样 那是我不懂事了 没把杯子锁起来 害得她划破手 以后我会叮嘱我的东西 让他们别乱跑 免得害某些人受伤 妈妈脸色难看起来 嘴唇微张 咒骂之言脱口而出 你阴阳怪气什么 啪 我的脸侧过去 火辣辣的烧灼感 江乐琪红着眼眶 拉住妈妈 都是我的错 别怪姐姐了 你别说话 我倒要看她想干嘛 想造反不成 妈妈上手揪住我的耳朵 你说呀 你想干什么 说你两句说不得了 你给琪琪道歉 摆那张臭脸给谁看 我眼神暗了暗 在开口时 无比冷静 是我不对 要怪就怪我 非要把杯子摆床上 对不起 以后我一定会注意 摄友们的眼神 明显古怪起来 而妈妈和妹妹 表情也十分尴尬 两人都想说些什么 但都不知该怎么说 我无意和他们纠缠 弯腰收拾好玻璃渣 转身离开宿舍 下午是摆地摊的黄金时间 不能错过 来到校园外邻见到 我知冷好摊位 一边拿起翻烂的单词书温习 赚钱 学习 占据了我的全部思维 我可以没有他们的爱 但一定要有立足的能力 军训结束 我终于回到了书桌前 高考前 妹妹故意我咖啡里加了大量解药 我不得已却考半天 你以为我会让你有机会 比我飞得更高 妹妹下了考场 狡黠地冲我笑 没有如愿考到重本 当父母要求我弃学时 我连为自己抗争的资格都失去了 但这一世不一样 无论什么学校 都将会是我的起点 我绝不会放弃自己 抓住一切机会进修 顺利进入科研项目小组 刻余时间我也在不停琢磨积累资金 我用摆地摊赚的钱 换了一台二手笔记本 一边利用客源优势做网店 一边写文章做自媒体 而与此同时 江乐琪荒废课业 做了直播 教好面容和练了十年小提琴 很快用才艺双心吸引不少关注 然而想从网红这个行业奋一杯羹 除了天使地利 更需要运气的 他很快尝到甜头 却滋养出更为庞大的对高奢需求 名牌护肤化妆 高奢首饰和名包 占据了他的书桌和衣柜 很快他就入不敷出 上天给了他容貌和才华 却没给他聪慧的大脑 掌握流量却不知怎样变现 反而沉浸在和榜单大哥们的游戏中 这个行业不乏美女 流量像昙花一现 欲望却越发膨胀 没等他一步登天 债务已经拖垮了他 前世他可以通过父母压榨我 这一世他只能自己想办法 寒假来临时 他已经负债累累 于是谎称学业繁重 今年就不回去了 视频里 爸爸妈妈对他嘘寒问暖 没钱就给妈妈说 再不行 你姐不是还在那吗 江乐琪故作担忧地摇头 不行 姐姐为了钱每天半夜才回来 我真怕她学坏了 真不要脸 为了钱什么都干 琪琪你可别跟她学 待会妈给你打三千 你照顾好自己 江乐琪乖巧点头 父母眼底止不住的爱意满出来 挂了电话 江乐琪得意挑眉 你不借钱给我又怎样 只要我开口 他们什么都给我 我刚完成一笔大订单 收益高达两万 文言只给了他一个眼神 哦 继续忙自己的事 江乐琪自讨没趣 化了美美的妆 继续出去嗨 又过一个星期 我在仓库发货 接到我妈打来电话 你妹一个人在宿舍生病 没人管 你死哪去了 她毫不客气 要我立刻 马上送妹妹去医院 还问我是怎么照顾妹妹的 我直接挂了电话 我定制的新产品报单了 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 等我通宵处理完工作 晨午回到宿舍时 爸爸妈妈都来了 看到我 妈妈直接冲过来 给了我一巴掌 甚至还觉得不解气 用一把扯住我的衣领 将我推倒在地上 宿舍一片狼藉 我桌子 床上所有东西 都被扔到地上 我的电脑 灯具 硬盘 拍产品的工具等等 我连忙爬起来 查看完笋号心疼不已 抬头不可置信的 嗓音沙哑地问 谁允许你们动的 我妈抱着胳膊嘲讽 养不熟的白眼狼 一点东西 看得比你亲爹亲妈还重要 这些都是用我出钱买的 我砸了怎么了 爸爸皱眉 声音滴滴的 不是 她没要我的钱 不是让你给她 每个月一千块吗 她没要 我就都给琪琪了 琪琪一个月四千 对 妈妈会给我留生活费 真让人难以置信 我不由多看她两眼 却发觉她看着我时 表情也不尽是怨恨 但很快 我就知道 我想多了 你哪来的钱 你果然去卖了 你还有脸读书 我现在就要 找你们校长 让你退学 一点连耻心都没有 妈妈满脸鄙夷 让我等着瞧 还说绝对不会让我继续待在宿舍 继续影响她宝贝女儿读书 我感到很滑稽 没忍住笑了 她反手又是一巴掌 动作行云流水 还不解气似的 又抬起手 这次被我挡住了 我高烧三十九度 忙了几天很累 别妨碍我休息 我妈尖叫 你还要不要脸了 是不是你传染了琪琪 你真脏 我的心还是刺痛了下 我没有 我的每分钱都很干净 笑死 你哪有那个本事 我哪里的本事 我每天一睁眼 就要去发货 下午有四节家教课 晚上要更新文章 我生病是因为 饮食不规律 抵抗力低 我认认真真努力生活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我忍不住大吼 吼到喉咙充血 眼眶发酸 竟乌叶地啜泣起来 我妈沉默了半嗓 冷冷地说 谁让你非要读书的 自找苦吃 我瞬间觉得 我的眼泪就像笑话 她到底有多么厌恶我呀 就算你要赚钱 也不能不管你妹 你妹难受两天了 你早就该带她去医院 可你却问都不问一句 这次要不是爸爸妈妈过来 你妹妹怎么办 安静许久的爸爸开口 也是谴责 江乐琪从被窝探出脑袋 脑门上贴着退烧贴 轻轻摇头 爸 别怪姐姐了 是我太笨 不知怎么去讨好姐姐 傻孩子 爸爸一脸怜爱 从小就是个自私的火 妈妈厌恶地瞪我一眼 走过去摸了摸妹妹脑门 退烧了 起来吧宝 妈妈带你去吃大餐 哇 太好了 琪琪好幸福啊 妈妈给妹妹梳了头发 一家人亲密无见 走到门口时候 妹妹突然想起了什么 妈 要不要带姐姐去 我妈冷哼一声 带她去干嘛 她有钱饿不死她 我半蹲下来 整理一地狼藉 高烧让我又冷又累 竟没撑住 倒在了冰凉的地板上 可笑的是 直到我醒过来 也没人察觉 我曾晕过去这件事 我给自己 为了一粒部落分 强撑着去外面吃饭 惯常去的那家 物美价廉的小食堂关门了 正值寒假又临近年关 不少餐厅老板回家过年 我在街上游魂似地走了好一会 找到一家小面馆 等餐时 刷手机看到江乐琪的朋友圈 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寒假 一点也不孤单 照片里他笑容甜美 捧着草莓蛋糕 面前是食材琳琅满目的烤肉 迄今为止 我也没舍得吃过一次 舔了舔干涸的嘴唇 心底窜出一股无名玉器 直冲我添灵盖 接着眼前一黑 我又晕了 当我在睁眼时 映入眼帘的是洁白的墙 淡蓝色的窗帘 和淡淡消毒水的气味 一个男生进来 手里端着饭菜 不好意思啊 让你饿晕了 快吃饭吧 男生笑起来有个梨窝 帅气中带了些亲和力 我定定地看了他几秒 不由感慨命运神奇 这一世 竟又把他带到我身边 他就是我上世男友 顾少山 DIV我心无波澜地 往嘴里塞饭 看他描述我晕倒的场景 我朋友都吓得一屁股坐地上 还以为摊上命案 还好你只是饿晕了 你该不会好几天没吃饭了吧 医生说你肠胃不好 营养不良 对了 你刚才做梦说了很多话 你父母是不是对你不好 说到这句 我动作顿住 他也尴尬了下 连忙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个人就是藏不住话 这样吧 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就去我朋友店报我的名字 想吃什么随便点 寄我账上 我低下头 没说话 上一试 顾少山也对我一见钟情 这一试 我看得到他眼底的热切 可是有什么用 最后他还是背叛了我 娶了我妹妹 吃完饭 医生给我 开了一堆补品 顾少山执意送我回学校 那天之后 他像是着了魔 哪怕是我多次婉拒 他依旧 每天出现在宿舍楼下 直到开学 他还一如既往 同学给我转发校论坛上帖子 标题是 痴情豪门贵公子 殷勤求爱女大 顾家在这个城市 也算有头有脸 而他本人是商圈新贵 风头正经 那张照片 把他拍得很出挑 风雨欲来的黄昏 他孤傲 站在昏黄露灯下 外面传来 萧瑟雨声 我撩开窗帘 看着妹妹小跑着 从宿舍楼冲过去 举起手里 那把蓝色的伞 两人不知说了什么 打着伞一起 朝校外走去 看上去郎才女貌 宛如天生一对 就在刚才 江乐琪主动找我 我看上顾少山了 你以后离他远点 我点头 没有丝毫反抗 因为我知道 只要被他盯上了 早晚都会变成他的 就像前世 顾少山一开始 还能保持界限 后来他认定 我为了赚钱 进过夜场 认定我没有下线 心生隔应 最后选择了 单纯善良的江乐琪 前世我痛不欲生 可这一世不同 我很清楚地意识到 顾少山不是我的 凡是和这个家沾边的 全部都不是我的 他无论爱我与否 都和我无关 唯独我自己 我安身立命的能力 才真正属于我 无论谁也抢不走 本以为和顾少山 再无交集 他却跑到我跟前 质问我到底什么意思 这么长时间 你为什么不肯给我机会 总拒绝我 原来江乐琪 打着出谋画策的名义 接近他 我很意外 每天和江乐琪 聊到深夜的人 不是他吗 顾少山面路尴尬 我只是想通过 他更了解你 你觉得这样 考验人有意思吗 他竟还有抱怨之意 我忍不住 冷笑了下 在开口时 又恢复了冷静 抱歉 那你应该了解到了 我真实的样子吧 还不放弃吗 顾少山冷在原地 有些错愕 他看着我 逐渐激动 我很了解你 你只是吃了太多苦了 不敢相信别人爱你而已 我怎么会因为了解真实的你 而放弃你呢 给我一个照顾你的机会好不好 那双黑眸 满是真诚 我却满腹狐疑 你难道没听到些别的 比如 我为了赚钱不开下作 我不信 就算你真的去过 你在我心里也是最纯洁的 你是无辜的 我定定地看了他几秒 没等我开口 将乐齐来了 少山 怪我一门心思纠缠你 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他抿着唇说完这些 眼泪好似珍珠似的 扑速速地往下掉 这模样 活像是收到了极大委屈 被欺负得很严重 就连我这个被他欺凌的姐姐 都要忍不住心疼 更别提顾少山 此刻一脸无措 甚至有些心虚 不是 也不算麻烦 将乐齐摇头 慌乱地擦眼泪 以后不会了 转身朝另一条路跑去 可没跑两步 跌倒在地 他强撑着 拖着伤腿 继续一瘸一拐往前走 齐齐 顾少山眼神紧紧跟随江乐齐 见状再也按耐不住冲过去 将他扶起来 还不忘吩咐我 快帮忙 送他去医院 他摔倒了 抬头看到我无动于衷的表情 他愣正住 江离 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我摇摇头 一点也不 你 顾少山眉头促成一团 失望地脱口而出 我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他脸上的疏离和失望 和前世对我的不屑 渐渐重叠 我朝后退了退 现在你看到了 他可是你妹妹呀 我笑了笑 无意和他纠缠争辩 说了句失陪 转身离开 自那天起 两人关系突飞猛进 顾少山本就家境富足 否则前世爸妈 也不会逼我分手 把他让给妹妹 江乐齐跟着顾少山 像被大佬包养的金丝雀 吃喝用度上了好几层楼 这下他无意直播事业 也无心学业日日跟着顾少山游玩 今天在北海 明天就飞到了老窝 久而久之 课业也落下不少 两人关系突飞猛进 然而没过多久 江乐齐一反常态 红肿眼睛回到宿舍 看到我这样 你满意了 我不明所以 但很快 妈妈就打电话过来 开口就骂 你怎么这么见呢 江离 你妹的男朋友都不放过 赶紧把那男的给我删了 以后别去见他 接着 他们又给江乐齐打视频 江乐齐哭得好似断气 唯唯曲曲的可怜模样 任谁看了都忍不住心疼 更别提一向天爱他的爸妈了 果然 次日上午 爸妈就杀到学校 势必要为他们的宝贝女儿 讨个说法 我才从合伙人口中得知 新项目投资人是顾少山 说起来讽刺 我拼尽一切努力构道的门槛 对于有些人而言 简单地向呼吸 江乐齐情场失忆后 又重新捡起了直播 她在直播对我明朝暗讽 话里话外都是我这个姐姐 使用手段抢走了她的男朋友 我感到可笑 质问她一句 她立马就在直播间交滴滴装委去 惹得直播间对我这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 骂声连连 有时候我走在路上 都会听到有人窃窃私语说我不要脸 抢妹妹男友 我虽然不会主动针对江乐齐 但我也不是软柿子 我当即注册账号 自证清白 可惜浏览量特别低 没什么人看 我当场就哑火了 生气归生气 我也不能耽误时间赚钱 只能生着闷气继续工作 谁承想 我的洗白账号被江乐齐发现了 她截图在直播间逐一反驳 她的粉丝疯狂涌到我账号下谩骂 甚至还有人要来和我碰一碰 我又发了几次澄清视频 结果视频被举报下架 我的号也被封了 接连吃了闷亏不说 我的网店也收到了影响 出现很多人故意抢订单退款刷差评 江里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江乐齐晃着手机得意不已 你输定了 顾绍山早晚也会回到我身边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顾绍山当晚注册账号 将这段时间两人聊天记录 分手原因制作成视频 并投了抖用金钱力量送上热门 如视频所示 本人从未和江乐齐确认恋爱关系 更未曾出轨 这条视频下 不少熟悉的我的同学 社友 甚至合伙人 客户 都纷纷讲述 能证明我人品的故事 还呼吁大家 不要被有心之人利用 风亭被一夜扭转 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吗 江乐齐 瞬间被网络暴力反噬了 有人扒出父母对待我和她的双重态度 不少被偏心对待的人留下共情评论 江乐齐从之前那个才艺双心 淡泊名利的美女网红 一下变为肯是姐姐血肉的既得利益者 江乐齐抑郁了 在宿舍割手腕 被摄友发现送进医院 得知消息 爸妈立刻坐高铁赶来 冲到我的教室里 骂我是小三 不要脸 抢走了妹妹的男朋友 又去校长办公室 要求他们以人品低劣 勒令我退学 当时在办公室的除了班主任 还有我的导师 文言坐不住了 江离什么人 我们心里最清楚 这两年他没落下一节课 成绩也很优秀 哪里来的时间谈恋爱 倒是江乐齐缺客不少 按理说该劝退的 爸妈傻眼了 可接踵而来的 还有江乐齐身上的各种债务 这一世没有我拼死拼活 在外赚钱 爸妈这样的工薪阶级 根本负担不了高达百万的债务 于是思前想后 把目标放在了我的身上 如果不是你抢走了妹妹男友 她会生病 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 你要是有点良心 就帮你妹把钱还了 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进家门 妈妈强辞夺理 把一切罪责 全部怪罪在我身上 理所当然 用亲情勒索我 电话这边 我倾勾起唇角 我已经两年没回去了 以后也没打算回去 挂掉电话前 我听到我妈愤怒咆哮 次日 她又来学校 这次是找我算账 她果然不会善罢甘休 就是这个人 害死了自己亲弟弟 现在又害得她妹妹抑郁自杀 进了医院 你们不害怕她吗 怎么敢让这样的人和你们一起读书 她根本不配 看着妈妈歇斯底里愿读模样 我忍不住心寒 众人围观的视线 更让我抬不起头 爸爸也没闲着 把我的光荣事迹打印成宣传单 逢人就发 再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 爸妈依旧理直气壮 他把我女儿害成这样 没理由还能上大学 他必须退学 否则我们每天都来闹 校长把目光看向了我 看得出他虽然没打算开除我 但也对这种事很困扰 我深吸了口气 问他们到底想怎么样 可能就等着我问 妈妈向我比划了一个数字 我生你落下很多病 你还害死了我儿子 一百万 还我一百万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如果一时还不清 那就分期付款 什么时候还完 什么时候为止 我微微一顿 心底涌起酸涩 在同龄人都在伸手 问家里人要钱时 我的父母却为了一个养女 想尽一切办法 问我要钱 我抿着唇 看向我爸 他丝毫不心虚 还劝我 你妈也不容易 你就不能懂事一点吗 为什么非要让这个家鸡飞狗跳 他笃定我 永远不会说那件事 我隐瞒了一辈子的秘密 既然要算账 那就算清楚点 我深吸一口气 语气变得坚定冷静起来 十岁前 我和奶奶生活 你们没给奶奶寄过一分钱 十岁那年 弟弟溺水去世 期间 我靠吃百家饭活下来 十一岁之后 你们领养将乐齐 我的吃穿用度 都是减踏剩下的 你和我爸工薪阶级 加起来 每个月工资一万出头 去掉生活开销 花在我身上的 一月三百也多余 这十年来 撑死三万 我每说一句 他们脸色就暗一分 果然 不等我接着往下说 我妈抬手一巴掌扇过来 可这次我也早有经验 后退半步躲开了 再说 弟弟溺水这件事 我看向爸爸 他瞳孔微颤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可惜晚了 我已经说出口 弟弟溺水那天 其实我不在 我想奶奶了 我去墓地给他烧纸 回来的时候 爸爸给我塞了一百块钱 买好吃的 让我承认 是我带弟弟出去玩 我还记得那天 爸爸在我面前 哭得鼻涕 一把泪一把 他说 如果我不承认 这个家就没了 到时候 所有人都会很可怜 我那时候 没意识到 承认这件事 会带来什么 我只是太缺爱了 太渴望被爸爸需要 其实那天 爸爸正在陪江乐齐玩 妈 你不觉得他和爸爸 长得很像吗 住嘴 爸爸急得满脸通红 对表情僵硬的我妈 结结巴巴解释 你听我说 那是个巧合 我妈眼里绒布的沙子 她立刻折返回家 抓住父女俩 去做DNA鉴定 一个星期后 妈妈找到了我 向我道歉 可我已经不需要了 我把三万块钱转给她 她却怎么都不肯收 非但如此 还天天来我工作室 帮忙打扫卫生 我拗不过她 索性随她去了 江乐齐那边 刚从医院苏醒 就得知妈妈知道真相 激动之下 又晕过去 在醒来时 被检查出了红斑狼窗 情况危急 需要换身 这次她患病时间 比前世提前了两年 爸爸找到我 提出让我去换肾 救救我妹 前世我费寝忘食工作 被抢了男友 被迫住他们幸福 到最后 还要拖着疲惫身体 给江乐齐捐肾 我从手术室 推出来那天 大家都围着江乐齐 没人问我疼不疼 怕不怕 我想喝口水 都没人给我倒 最后还是护士 看我嘴巴起疲严重 给我倒了一杯水 如今 爸爸居然还厚颜无耻 要我换肾 他想得美 不等我拒绝 妈妈冲上来 疯子一样抓他的脸 我女儿给你女儿捐肾 你他妈想得出来 你个该死不死的 你怎么不去捐 那个死女人呢 他怎么不捐 让我女儿捐 无耻 你别打人啊 哎呀 你怎么这样 不捐就不捐嘛 我又没强迫他捐 最后 江乐齐还是患了肾 爸爸妈妈离婚了 各自拿了一半财产 但爸爸并未把钱给江乐齐 他拿到钱就去了别的城市 江乐齐被外公接走 用水滴筹的钱换了肾 大三那年 我们工作室的游戏终于上线了 顾绍山面路不安 向我解释 我投资绝不是有意接近你 是基于理智考核 认可你们的项目 才会出这个钱 你别有顾虑 我点点头 顾总说笑了 在商言商 这个道理我懂 真金白银在前 我犯不着为了意气拒绝投资 当天晚上 我们同事聚餐 多喝了两杯 结束时 顾绍山想送我回宿舍 我笑着婉拒了 就挤不路 没这个必要呀 顾绍山耿着嗓子 半嗓嘀嘀地开口 其实 我有调查过关于你的事情 我和他分手 是因为我发觉他骗我 你并不是他口中描述的那种人 你没有混乱的男女关系 自始至终都靠自己努力赚钱 是他抢走了你太多东西 不是你的错 我不由顿主 如果放在前世 听到这些话 我恐怕会泪流满面吧 说起来有点好笑 前世我渴求他能相信我我 他却怎么样也不肯 这一世我不为自己辩解 他倒有心思 自己亲自去调查真相 可惜 我是真的不在意了 我还要感谢顾总上次帮我澄清 我笑了笑 扶着耳边的碎发说 希望今年一定让顾总赚得盆满钵满 才不辜负顾总的信任 顾少山连忙掩盖谋中失落 牵强的附和 希望如此 在寒假倒计时 我们的游戏机身热榜 收获颇风 毕业季时 我们工作室已从只有四五人规模 发展到二十多人 我却毅然决然放下这边成果 转而去国外留学三年 靠着国外进修来的学识和人脉 我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 专门做各种城光游戏 再次回到这个城市 已经是四年后 我受邀参加了校友会 本意也是想扩展业务 没想到会在这里 碰到姜乐琪 她变胖了也变老了 脸上还有多了几道岁月痕迹 她看着我不说话 但眼底满满都是嫉妒 班长 学伟从她身旁朝我静止走来 语气遏制不住公伟 姜总好久不见 听说你们公司最近要上市了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合作呀 对啊 有机会一起发财吗 大家都是老同学 姜总当年要是和顾总在一起的话 搞不好就是株连碧合 我从记忆深处回想许久 才捡起顾少山这个名字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笑了笑 一一和大家寒暄 校友会结束 姜乐琪正在门口等我 你想知道顾少山最近情况吗 她要订婚了 姜乐琪促暇地笑 像是找到了攻击我的由头 像她这个条件的人 不可能选择我们这种小门小户 她似乎想找到某种平衡 似乎还在对曾经的事情耿耿于怀 她可能不知道 前世她确实嫁给了顾少山 只不过没两年就离婚了 是吗 她那种条件 在我眼里很一般啊 我笑了下 从包里掏出车钥匙 看到车标 姜乐琪呼吸一致 似乎这时才真切地感受到 我们之间差距之大 我刚走到车边 就有司机小跑着下车 帮我开门 钻进车厢里 我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冲姜乐琪挥手 要不 我送你回家 姜乐琪瞬间红了眼眶 落荒而逃 又过了两年 不知我妈从哪得知我的号码 又给我打电话 她身体不好了 说话也总是咳嗽 打电话时 只会翻来覆去说 对不起我 说想见我最后一面 其实我很清楚 如果弟弟没去世 他对我态度 恐怕也不会更好 他未曾为我付出过心血 自然对我没多深的感情 一碗水端平 根本不可能 可他毕竟生养我一场 尽管不如人意 血缘关系 是无法改变的 我让助理送她去医院 给她最精心的照料 直到她厌弃后 才去看了她最后一面 这一事 我们母女缘分已尽 我打算她 请假论 完项 我准备了